有三位朋友問說,請問政府推動民生公務聯網 今天是不是已經累積足夠的資訊了? 是不是有小組印象深刻的應用成果? 無法延續的轉彎要怎麼樣的推廠? 當然有非常多故事可以講,地水控災都有非常多的資料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上課事件部 它是之前那個子報在哪裡的作者 然後去把空汙視覺化、空氣氛質視覺化 就是所謂的子報就是PM2.5的量超過某個標準 所以它就可以去帶來很多 就是一般人都可以討論空氣汙染這件事情 所以它跟民間的運動都非常容易結合 那它等於就把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能夠看過去的哪一個時間點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此空氣氛質怎麼樣 或至少沒有辦法因此 然後空氣氛質怎麼樣的這些說明 讓大家很容易的分享 因為以前只有氣象預報或氣象局一些網頁的時候 大家很容易分享當下的 但是很難去分享一個完整的故事 那上課事件部就是把這個去套用到水 不管是驗水或者是水的品質或怎麼樣 那他們也就有類似空氣盒子一樣的 叫做水盒子的這個做法 那目前這個團隊就是同樣參加時間 固子報在哪裡等等的這群朋友 所謂的LASS社群 那也正在就是跟民生公務物聯網 等於是說變成它的資料提供者 那這是讓我特別高興的 因為這裡面不是說 所謂累積足夠資訊 不是說我們說的算 或者廣告書說的算 應該是實際在用這些資料的人說的算 那如果他們覺得哪裡有空缺的話 也不一定是要等我們去採購新的設備 所以他們自己身上也有很多設備 就可以直接裝在那個當地 然後去幫他把這個拼圖拼得更完整 所以他們這次在宗洛美歷克宗洛提案 就是去找了應該是頭前席吧 就是摸一條席 那他去跟著這個那一滴水 就是從水的源頭 然後一路到就是出海口 那中間經過了什麼 他的水質他的水量 他跟旁邊的農地的互動等等等等 那他這邊只要有稍微缺漏的部分 他們自己就用公民科技的力量去把它補上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們不可能禁止他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每次都像那個空缺盒子一樣 就只能以一個打不過就加入的這個方式 就是去問說 那好他們自己做到這個程度 那我們可以幫忙怎麼樣校準 可以怎麼樣確保說他們需要的開放車 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更容易的釋出 那到現在他們跟學藝術已經有一個很好的 這個智力平台就是會定期的開會 就是民間來扣的會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整個open data 變成大家容易理解的變大 就是論事討論的這個材料 我覺得非常的有幫助 那因為他們都是open source 就是全部的東西都是開放的 所以無環野區的專案並沒有退場的問題 無環野區的專案就是放在那裡 那等到下一個有需要使用這個專案的人來 那再把他帶往另外一個不同的方向 那這個也是一個蠻新的想像 就是說所有的關於智慧財產權 以前一定要請個商標啊請個專利啊什麼之類 都不是在這邊適用 因為大家都說我的文明目的嘛 所以我在一開始像我自己做蒙典 做教育部的詞典的視覺化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我不主張任何的著作權 所有的著作權都是本來教育部的 但是我幫忙教育部去整合的這些城市 我全部都拋棄掉所有著作權 就跟我前名黨一樣 那在這個情況下任何人想要把它變成是 台語的或者是客家化的或者阿美族的或隨便什麼的 他就不需要問過我 然後就可以很自由地去帶上他們創作的這個方向 所以沒有退場的問題 反而是說Exit to Community 就是他是出場的 這個出場是整個社區 把他接下來這樣子來出場 希望能回答到這個問題